进入到季后赛的一个状态而言 我觉得可能这种低迷的状态会一直延续到季后赛 你现在再数就是六连败什么概念 子萱前面他其实说话就是很低调 卡二了卡二了 二好了二好了 秒了秒了 人狠话不多 非常淡定 这把一扎怎么调整 但RNW侠其实给他们提了个 上一局比赛其实理论来讲 他们不应该那么难挡 对其实还是自己的失误 站位上面有点不小心 这种失误尽可能是要避免 因为马上到季后赛了 其实大家就是要说白了吹猫丘丝 鸡蛋里挑骨头 尽可能把自己做到完美 这种不能有的失误其实就是不能有 特别是败者组 没有试错的机会 不得一点失误 今年的季后赛到底是什么总向 真的不知道 双方第四局 依斯大选蓝 选蓝色方外面公有的英雄上是赵怀珍 还有露娜 RW应该是露娜和大乔 这两个点 搬位上面放死 对 那么依斯大这把就可以选到赵怀珍 卢班纳是搬掉 大桥搬掉 公顺礼公顺礼 看RW是放露娜还是放赵怀珍 有点犹豫 放了赵怀珍 那赵怀珍 因斯大就直接一抢就行了 是的 他不抢RW会抢 红尘万象 诸多烦恼 这局的话如果是打赵怀珍 RW的功本已经没了 功本没了的话就拿凯娜一套打 先选个夏洛特 那凯也直接出了 凯娜夏洛特 那么武汉斯大普就要出狂铁了呀 是的 赵怀珍加狂铁 然后王昭君 正好还组一个真军组合 锁 没人能在喵的报道节奏里 战胜本猫 选沈梦希的话 RW后面就要考虑扳掉一个张飞 我笑颖得稍微注意点 其实笑颖这两局 可能因为他这个前面歇歇的时间 一下子没有进入比赛状态 我说实话 他现在整体 今天的整体表现上面有点松懈 他的一把火舞和一把银阵 其实表现不是很好 对 其实他这把 因为为什么说这局特别重要 因为这局是赵怀珍加王昭君 是专门打中路的 如果你松懈的话 你很容易被这两个英雄 就是combo就抓到了 他得非常谨慎才行 张良 张良蓝铃王 然后放了一个张飞 是的 伊斯塔加罗 黄铁赵怀珍和王昭君 都挺怕加罗的 在斑点黄中 张飞 张飞 RW 抢了 不给 红色方的优势啊 是的 那这局紫阳有点难选了 他首先处理不了这个是蒙希了 因为孙妹没了嘛 对 先来个戈亚 配合戈亚的话 就是明世影 但明世影自己也用了 拿桑起 哎 桑起就是直接打对线 而且桑起的话 前期对抗能力非常强 配合上赵怀珍狂蝶 王昭君是可以打上半区的 以陛下的名义 敌人杰 已被捕了 这种确定 整体上来看 玩伊斯大普罗的阵容 不如锦南RW来的那么硬 RW是一个张飞加一个凯 非常的硬 但是伊斯大的这套阵容 抢中很厉害 他有赵怀珍 桑起加王昭君 这套阵容 一个中野斧控中能力 是要比RW更强一些的 那没错 这把基本就是看他们的combo了 对 而且戈亚这个点的话 支援也会快一点 狂且对到夏洛特 也是可以拿优势的 所以他双边支援中路的 一个速率上 要比RW侠更快 这把RW侠反正拼中轴 肯定拼不过 RW这又是一套偏向于打团的阵容 对 伊斯大这是一个玩运营玩对抗的阵容 现在主要我觉得这局下来 减少失误是重点 就两边前面的比赛 都有一种感觉就是 最后的一波跟前面的十几分钟 没多大关系 就是一波还战 对猝死了 对猝死了 其实整体上来讲 还是要把自己的细节 再扣一扣感觉 双方的第四局 双城 关键是 确实是这个阶段马上要结束了 就虽然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包括像伊斯大身经百战 但是 你确实不能以连败的姿态 进入到季后赛 压力也太大了 济南2w 能不能够直接杀死比赛呢 拭目以待吧 蓝色方 武汉EstaPro 红色方 济南2w 让我们进入比赛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永恒如药 无边精神 永恒如药 无边精神 永恒如药 无边精神 一套combo跟上 直接打出闪现 很主动 而且沈农西第一时间还清不了线了 对 但是红的话还是小叶拿到 毕竟在对方的野区 丢个小叶 很主动 这波控制啊 没有抵抗血感觉真长啊 而且控了好久 下落 下落敌人节是肯定会被哥亚压着打的 还是一个狂暴的哥亚 血包吃掉 因为前期花海这边是选择进红野区的嘛 进到对手野区并没有成功 所以他整个双野速率上会比凯曼很多 但是他们反了个小叶 但是他们反了个小叶 方下落 一步 转 拿线 在控中立的合刀之灵 马萨拉W的红叫刷了 看伊斯大有没有什么动作 小叶这边没大招了 这是个信号啊 而且张飞的状态也不佳 这波伊斯大可以打一个红区入侵 正好坦然在上路也拿到线权了 中路应该是又combo打了一波 把张飞打掉了嘛 对 哎也是一技能的接冰冻 对 小叶之前是想开大招蹲花海 但是没什么成效 他动这下没动到 打张飞有机会杀 二段第一击卷拿到手 再一个成绩把红给反了 还能连着小叶打一波 坦然来了 白飞二连击破人头给到花海 很舒服啊 这波 虽然说第一下combo没有完全接上 但效果一样 对 而且马上可以打第二波 张飞没大 在那位置给不了什么帮助 有桑奇这个英雄在 可以保证 武汉斯大破的一个野区 持续作战能力 对 在这里抢回来一个 正局三个看武汉斯大破 best一人看我几拿 打不六侠 我现在的局面已经说不准了 张飞四级要被逼大招 黑茶爆弹给上 大招逼出来 有个交完了 一人都不了 还是死了 对 孤军深入 就为了皮个小野怪 被追着打了一路 上路对线也对不过 这开局啊 顺的不能再顺了吧 到了RW不擅长的环节 前期的对抗啊 对抗和抗压 这里是赵卫生的二段大 崩完之后 一个击飞 击飞之后 顺带接上自己家打野的逞击 把红muff拿走 一个持续的入侵 张飞这时候大招还没好 马上红就要刷了 而且在红好之前 想越一波塔 二闪先手打青蓉 回头拉开距离 沈梦西跟了个大招 冻住 吃不消了 这紫军反速挺快 他第一时间要被控了 他是化被动为主动反打 但是伤害不够 但这波的话 红就反不了了 看下一波蓝 我感觉这个蓝buff的话 可以尝试进一下 坦然这里拿到献权了 一会儿可以通过原初法阵 直接传到下路来 然后花海家里的蓝也收掉了 这时候一针的状态不要掉 他可以去打一波换运的状态 但保证自己状态不掉 然后武汉E StarPro直接 可以进到济南 W下队蓝区 狂暴开了 先进去开开视野拉扯一下 等花海拿完这条龙 花海是把他逞交了 先炸在这个位置 张飞反吼 杀肉特背后进来 先挂一技能 侧面二技能打进去 不管左边就打里面 王昭君侧面被切脚的 四季枪掉太多 紫轩击波 还是会一换三 还没纠结 他落地的一瞬间 本来看到左边两个残型 没切 看起来往右边走 但进去的一瞬间 没打太多状态了 主要还是缺少一个闪现 是的 夏洛特的进场空间有限 然后正面的其他队友 被突破的太快了 坦然和花海这边两个人 进场之后 直接把RW侠的后排给打散了 而且稍着急了一点 就是夏洛特上一波 没有闪现是个浮鼻 他也没办法 第一时间跟张飞的大接起来 那最高经济还是花海 对 然后坦然这里清中线 一针这里清上线 马上RW的红刷 Esta可以推上塔 再在红区打架 别打进来 而且冻住 帮牌 铁大招消耗 凯梅状态得退了 这个红守不了 只能给 而且上路二塔可以先压掉 确实是看到第四局完美理解了 黄超尔前面说 就是Esta打法磕RW侠 只要RW有一点想玩点发育 到后面拼中后期团战的这种想法的话 那Esta只要选到一套前期对抗能力很强的阵容 他就可以很好打RW侠 做白了给你上强度 对 上前期对抗强度 RW侠就是需要那种 前期让你没有办法过来硬跟我对抗 其实就是中线 对 他中线如果一直能拿到线权的话 也却就比较好防守 然后再打防守宝发欲就可以 对的 这波控住 再动一下 伤害很够 无坚不摧 下路二塔可以先推 下路二塔一推 蓝野去一控 打乱了 兵线被清了 不过可以夹个中 因为张飞去守下路了 现在中路只有一个什么东西 直接从一塔后面夹过来 对 那兵线这里又被打掉了 对 什么凶大招清了 依斯大可以先回家把资源收一下 然后等下一波 RW红区刷新的时候继续进攻 很大的优势 六七分钟不到五千多 这个基本上十分钟稳拿的吧 十分钟的龙 稳稳当当 正常来讲不出什么事情的话 依斯大可以双龙一起的 对 出不了什么 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情 理智来讲 只要不脱节嘛 不出现一个人 就是在济南RW下野剧晃的情况 我有小叶扛不住我 经济差太多了 小叶先打跑 然后再把补器打跑 那这个红就有了 没错 发现你野剧不占人的时候 依斯大还可以派其他人 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是的 直接夹一个中一塔 以这个经济来讲 花野跟青蓉的combo RW下这边谁都扛不住 对的 连凯都不行 王军一技能减速之后 给二技能动住 再给一个大招 马晓爷又打残 哎呦 跟了个大招街打跳 这边就好四个 侧面拉走 很极限 二闪 他一个进来 不大招 轻光帮接压完 怎么回事 上来跟他关系全工程 三速出有没有 华明侧面拉开 具体主攻 还剩狂解 一个人双方 打了个四换四 月塔一技能一个推 四换五换五 四换 不气 好狠 RW还是有人 想要在这个时候破局的呀 是的 其实他们是输在经济上了 这波但凡 萨尔特这边经济 再高一点 或者敌人接近 再高一点 伊斯塔这波吃不消的 这还好 伊斯塔前面又是打得够大了 这波 这波张飞吼的是真好 张飞是在绕后的 大航忽略掉 赵队这个点 一个吼 吼到四个 沈梦西大地线没炸得特别好 可惜了 还好有 其实还好有这个黑鲨爆弹 如果没这个黑鲨爆弹的话 第一时间 夏洛特可能就进来了 对 然后狂铁攻 看第一时间 如果是黑鲨爆弹甩歪一点 一张这个没甩好 然后沈梦西大招完美炸 夏洛特第一时间杀进来 这波是爆炸 对 这波就是单纯的伊斯大炸了 对 可能光沈梦西大炸能打飞一片 可能四个全得起飞 找一找 主要刚才他们的地形好像没有反应到 张飞可能在绕后 对 因为正面其实看到塔里是没有张飞的 吼气蛮吓人的 先把张飞位置找出来 还大招 大招 把你顶掉 用一个霸体躲空 不然要被控死 这是吃一切掌一致开始找了 拉回来接拍 没拍起来 给大招封位置 夏洛特 这回轮到夏洛特绕后来 但正面缺少一个张飞 缺一个控制 要等 还得等补气攒个大招出来 这局要是 阿卡布侠要是翻盘 也就还得是张飞 但这种很难复刻 他要一波 他要一场比赛 你能吼好几次这样的大 别太夸张了 有了一波之后 对手就会防范 哎 被找到了 紫萱有点麻烦 紫萱走不掉了 拉位置 一技能挂 看能不能操作一下 难吧 这两个 在一技能加速 二技能拉扯过 二技能在闪下过墙 拉开 张飞先走 另外一边 小叶拉龙 那把龙拉到 这不怎么说呢 亏肯定还是亏的 不过这样也好 对于阿达布侠而言 正好是 牵制了一下武汉斯大普 影响了武汉斯大普的推进节奏 这波正面 不能再掉了 我觉得高地可能不小心就放 再掉人麻烦了 有个炮车 闪现过去 给大招 胜大 响一飞 啊 伊斯大 反压 在上影站的位置还不错 这个炮车被清了 卖自己 拉走 神掉一座高 坦然的装备选择是 冰痕暗影战斧 破魔刀架仓 传输出 但也挺 但也有一定 有有肉度 对 有护甲和魔靠 还有免伤 就每天装备都带点肉 对 武器专精装 发云是 这把是纯正的法球流 看看后面怎么补 小一些这把 不是心里话 我很少很久没见到这么脆的凯 0-5-0的凯 太脆了 这也没辙 他前期也去一直被禁 对 然后他探视野的时候 吃了赵怀珍和王兆军 这种combo 是完全躲不掉的 而且这局还多一个 桑起 对 还多个桑起补空子 好 卡后面两个 小叶子两后 找人没找到 CB黑沙包蛋 放的好漂亮 这个位置 夏洛特倒了 是的 牌也没了 防点横扫千军 说真的 举哥这两个黑沙包蛋 给的相当有水平 很到位的呀 相当有水平 这个黑沙包蛋完美自救 反而那不想几个七年来的点 压得非常难受 赵怀珍的位置 卡在侧面 中高调 拉过来 张飞跳一下 被激活瞬间拍掉 只是花云一个人 没有办法了 狂解天下无双 赵怀珍锋芒毕露 让我们恭喜武汉EESTA PRO 第二场比赛也打满 马上进入决胜局 第五局EESTA可以继续这种思路 自己拿那种前期对抗强度很高的阵容 然后在BP上面放出一些 让济南RW霞去打那种发育型阵容 是的 然后尽可能把中轴强度往高的拉就完了 是的 这么打的话RW霞有点难受 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起 双方战成决胜局 确实这个阵容选出来的时候 看到狂铁 然后赵怀珍和桑琪 当时咱就说 其实这就是EESTA 他们比较喜欢的这种阵容 对的 他们拿到了赵怀珍 狂铁加桑琪 对抗力强度这边已经拉满了 然后就从 好像从第一波就开始想做事了 但是第一波没成功 那第一波没成功 那我第二波我再来 对 不过这一局 确实 点对点Counter了 对的对的 不过这一局可能最精彩的画面 还是在那波二塔 我们当时看了 第一次的时候看的时候 觉得说是狂铁跟肖铁加桑琪 两个人在互秀 然后后来我们又回看了一些细节 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 逮到一个内鬼 老选一下 也不是吧 就是觉得花生那波没必要 对 想补个伤害 对 他其实看到对面残血了 其实也能理解了 换位思考代入一下 就觉得说那波看到对面都残血了 我想去跟这个伤害 对的 就感觉当时有点 感觉已经大获全身了 感觉好像自己可以上去 因为这局我能 我能理解花云这局为什么做法球啊 他可能觉得自己输出环境不好 但哪怕输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我也觉得 就是得憋一憋 就是常规的装备 因为有点缺伤害 但是如果赵怀珍盯了他丢大的话 他其实如果做那个成熟 他其实伤害根本就吃不了 对 一个大半管血 可能不止 就大概一个博弈了嘛 不过那波团的话 最后看到就场上十个人 只剩坦然狂铁一个人了 那波是不弃的那个张飞喷得特别好 张飞绕后喷了四个 首先是王道军先草里埋伏 对 蹲到了凯 然后大家一起集火把凯收了 凯收了之后 大家准备撤退的时候 被张飞一个绕后喷了四个 喷了四个之后呢 这个时候夏洛特他准备进场 夏洛特是出去了之后又回来了 但是 但是就是 就是 花海这个赵怀珍 他一技能推了一手 不然可能第一时间 被张飞喷四个 第一时间可能就要 夏洛特如果那波是没被推到 或者是 没推出来的话 反正如果没有被拆 他那波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就进场 然后再留个大闪 对 速度更高 但那波第一时间被拆了之后 被一个黑沙巴盾给吸走了 但是后续又是一个二闪进场 但那波七进光帮电一个 七进光帮电刮了四个 选拦太低了 已经 结果拿到最后是对抗路神线打架 这边对抗路 都拿到闪杀 看似 看似你是真神 其实你是伟神 我才是真神 最后狂铁一个人活着下来 拿了一个 对 这波是 花云有点急了 想二闪补个伤害 但刚刚好狂铁回头一技能好 但其实如果敌人杰那波不交闪 无本的幸福 然后闪现用来躲狂铁的 二或者是一技能 躲一波 然后再输出拉满的话 这一波RW才应该会获胜的 因为这波夏洛特跟张培表现 真的出色 对 其实关于敌人杰法球流这个点 很多嘉宾的评论区 都有进行过探讨 也发表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 两位都玩过射手 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的理解是 有一些阵容可能打到劣势之后 你没伤害了 你不得不出全输出 虽然你没有什么输出环境 但是你只有出全输出 你才能赢 但这个时候如果团队缺伤害的时候 你出了个法球流 那你这把可能整把都 再怎么打到后期都赢不了 因为法球流他可能 打到劣势的时候确实很刮 那我的理解可能 比较偏激一点 因为我们WE所有的射手 从上到下 不管是大名单选手 KPL首发选手 以及下面的清军选手 所有选手 一致认为法球没有用 法球 只要出法球 他只要出法球 他就必备我们 刮杀是吧 不许刮杀 这把的话 不许刮杀 法球阶级的输出伤害也不高 17%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说 没办法 对的 没办法 就是你出法球 你玩的很爽 就包括你路人局 也是出法球 你前军选玩的很爽 打到后期 你自然就废了 就是你可能队友需要你补伤害的时候 可能你的伤害点 对 因为就是 换个角度思考 多位队友考虑吧 对的 那这局 我确实能理解他在思考什么 他环境确实差 恶劣 环境确实差 自理不了 那本局的NVP 也是给到了武汉 Eastapro的打野位选手 花海 赵怀珍 九杀一死七主攻 就这数据 这个数据很少出现在赵怀珍 这个英雄身上 他就是 其实我平时也看孩子哥直播 跌风赛的赵怀珍也是这样杀的 但是该说不说 他的个人节奏 真的就是 对的 就是他们 很内衷 当他跌风赛这样杀之后 再到团队来说 因为团队队友还会更听他指挥 大家能走到更一块学 会让他的节奏 就是 更紧凑一些 更紧凑更强 是这一把的话 也是玩到他们喜欢的这种阵容 然后也把该打的节奏打出来了 但是以前看到他们玩赵怀珍 下落厕所 下落厕所可能需要发育 对对 没有限权 像这种前期猛干的英雄 真的是三条路一起给压力的时候 就真的抗不太住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是拿出了狂铁加赵怀珍 他只要边路有限权了 这个时候中路又补了个桑琪 第一波你看似猫可能是你 但是他们第一波中路就是 桑琪的一闪 加上王道军的二技能 直接接了拨猫的combo 那导致这中上限权 全都是益斯达的 所以说益斯达准备直接进 对面换你出来 但是可能说拼成没有拼过 然后第一个后没进 然后后面第二个继续进 他们就是拿线权在玩 然后他们有线权之后 就可以无脑进对面野权 对 其实这是伊斯达更适应的节奏 可能在这个版本 而且进野权之后 他还杀了两个人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从第一论的时候 大家就当时在讲 伊斯达他们的一个版本理解 其实我觉得每支队伍 他们都有一个各自自己的风格 确实也不能说一昧的说 这个版本什么好用 我们就用什么 还是得结合自己队伍 比较擅长的一个风格 我感觉可以理解为他们 不是很喜欢发育 对 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发育 也是需要那种加速 他们的发育建立在打架之上 就是像 打架是为了更好的发育 像花海的那个露露 她就是可能是 她有时候要一边打一边去找到 找到机会去揍一揍人 然后以就是一边杀人一边去发育 就是这种 你看其他人的露露 可能跟花海的不一样 花海的露露是边干人边刷钱 其他的露露是只刷钱 只刷钱 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 像那个露露装备不好 可能出来一波失误 可能没击杀掉 所以掉顶了 那可能就断节奏了 对 他们其实是通过 希望就是通过杀人这件事情 然后能够进入到对面的野区 然后掠夺更多的资源 然后包括去碰到 更多厂商的中立资源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逻辑 包括出现拳 就这个阵容感觉 就会比较更适合他们一点 所以现在也是拖到了一个决胜局 现在双方就不好说了 我们今天第一场反正是打满了 然后现在第二场也打满了 逐渐朝着我们 真的是 我已经很玩 十三鲜奶的身 在这个阵容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他要2比2 但是我很顽强地跳到蜡 对不对 因为我不想加带 没事 这也是BEST这个赛季 第一次来到评论席 既然讲得来 我希望我第一次来 来都来了 我觉得就是要评论个Go 说不定就 因为这赛季 其实还没有遇到过15场打满的时候 一次都没有 说不定就是今天BEST封神之爱 待会咱俩给凌晨打个电话 让他努点力 好吧 可以 希望记录在他的身上了 只不过还是说回这场比赛 现在打到一个决胜局了 两位觉得说 今天这两支队伍打到现在的话 现在打到决胜局的胜率怎么说呢 我觉得从阵容分析完 因为确实现在阵容可能是在很多队伍上 一般阵容就基本决定了整场游戏的走向 会多一些 前四局看起来好像都是这样的 每个队伍其实基本都是这样的 如果阵容两边都是都有对抗性的话 那可能看场上选手的发挥 那如果阵容说有一些看起来 可能是像这个阵容前击 他就是可以压着他打 比如像上一把 伊斯达他前击就是优势 如果前击就已经压制了 那可以关键就去滚到 也是他们之前的一贯作法吗 是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几男二位侠 他们今天的状态也不差的 包括我们今天去看他们在中路的首发上 也是从乘风换回了效应 然后特别是在这一局的时候 我觉得像是不弃他张飞的这波绕后 然后包括像我们刚刚看到 上一局的那个狂铁 子涓的狂铁 就是能够看得出来 我觉得他们今天还是在找机会能力上面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如此逆分 还找了不过机会这么帅 确实看得帅 所以说其实今天前四局看一下 伊斯达在前中 竞拿到优势的局面还是比较多的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我们一开始 看赛前的数据的时候 暴君控制率 然后住宅控制率 都是第一第三 就说明他们什么东西 其实主要的 我觉得还是猝子团比较多 包括一个 就是打赢团战或者打出团战之后的一个处理吧 是的 感觉处理不是特别好 我感觉每次到团战 可能说他们的团战需要更加优化一下嘛 因为其实这个游戏 你前进可能做得太好 但是怎么打到最后 终止游戏都是靠团战 团战打赢了 你可能前进很烈 你这波团战打赢了 可能就是后期就是一波你了 对 而且现在是因为有一个经济追赶机制 对 就是其实你前中期的运营 就哪怕你真的是前中期你运得特别好 优了个四五千 你如果一波团战打出 其实一波就回去了 是的 基本回来 甚至还会被返超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赛前不是在放了他们上一场的一个对战吗 也是在中午那一波团的时候 当时有点点失误之后 然后被对面找到机会了嘛 然后今天的话 相当于上一场的话 两位觉得说 我还以下不过有进步吗 我觉得可能两场 首先他们拿的阵容也不一样吧 就可能有时候拿的像 那些大赦拿的也比较多 我玩七号孙上香都拿了 是的 因为上次可能轻荣玩那种 上官玩那种 因为上官玩这个英雄 他这种凑力比较低 如果你说一旦飘进去 如果前进裂了 飘进去打到中午机 基本就杀不了人了 基本上 所以说跟阵容有些关系吧 是的 那现在双方已经打到决胜局了 要看一下S5跟S6 最终确定的一个名词 到底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姐说席 完成了 我感觉到你 在这边 对我给你 你好吗